今天为大家介绍如何制作技术功效矩阵图 我们选定机械守备为主题 来教导大家如何操作 首先我们进入智慧财产局 免费对外提供的中华民国专利资讯检索系统 技术功效矩阵图属于加职服务 所以需于首页点选登入钮 另开视窗后输入账号 密码 与验证码 并点选登入钮 即可使用加职服务功能 进入首页后 于专利检索页签 下拉选择布林检索 勾选检索去从 避免同意申请案有公告及公开情况时 会重复计算 检索框下拉式栏位 选择专利名称 于专利名称栏检索 会让得到之案件较为准确 减少杂讯 使用者可视情况 增加于灾药或申请专利范围栏 检索 我们初步先输入关键字 机械手臂 Or Robot On 日期栏选择于2017年6月1日前 使用者可依需求自行设定 按查询钮 结果得到394笔 接着 由于专利案件中 对发明会使用不同的关键字描述 所以使用者 需以自身专业知识 收集同意词 例如机械手臂 会有机械手指 机械手掌 及英文同意词等等 再将同意词纳入检索 点选回检索画面钮 将搜集之同意词 代入检索框 检索 本案纳入同意词后 得到案件处 扩大为585笔 检索 检索完后 点选专利统计图表钮 进入另开四窗画面后 于分析项目选择 国际专利分类号IPC 项目数量选 前十项 再点选图表分析钮 直条图上 这些IPC就是 机械手臂的主要分类号 接着要分析这些IPC 所以回到检索系统选 分类浏览页签 1. 检释前步骤 所得知IPC分类号 本案B25J 占84% 其下 1-00 3-00 5-00 7-00 9-00 9-10 11-00 13-00 系以机械手臂 为技术之五阶组目 分别描述 机械手 用手确定空间位置之机械手 组重型机械手 装于车轮上或滑动台架上之机械手 微型机械手等等 2. 其余IPC占16% 主要技术为H01L 半导体装置 B29C 塑胶之层型或连接 B65G 运输或储存等等 3. 分析结果 B25J为机械手臂 主IPC 其余为相关IPC 因此 仅将主IPC带入检索 可使检索结果 这按键更精准 回到检索系统 点选专利检索页签 选择布林检索 将前步骤之主IPC带入检索 得到325笔 使按键更准确落入主技术 点选技术功效矩阵钮 另开视窗进入后 会有四个栏需要填资料 在填资料之前 需要针对325笔按键 挑选部分按键 做粗略的了解 再进行分类 第一栏 技术 细用文字描述按键 分成哪几类技术 第二栏 检索条件 细列出该技术的关键字 针对325笔按键 进行再检索 第三栏 功效 细用文字描述按键 分成哪几类功效 第四栏 检索条件 细列出该功效的关键字 针对325笔按键 进行再检索 右下角有下载设定档钮 可将前步骤填入之资料 储存到使用者的电脑 下次要用时 先点选浏览钮 找到档案 再点选上传设定档 即可将资料填入表格 我们现在将先前做好 存档的资料上传 点选分析结果钮 系统会针对填入资料之技术与功效 检索条件 做组合检索 得出技术功效矩阵图 图表中横项列是技术 纵向栏是功效 交叉处之数字 即表示该技术与功效的按键数 矩阵图中的数字可点击 带出按键详细资料 以供浏览 点选矩阵汇图钮 可以绘制泡泡图 横轴是技术 纵轴是功效 泡泡越大 表示按键数越多 游标一致该泡泡会显示数量 右上角有提供泡泡图 下载的格式供选择 以上是技术功效矩阵图 制作的说明 希望借由图表的分析 能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专利 谢谢聆听 感谢观看